新型肺炎确诊数字今天回升至双位数有19宗确诊 另外有20宗初步确诊 一个岁半男孩的血清验出抗体 他的妈妈也同样验出抗体 估计曾经受到感染,现在已经康复 苏晓恩报道 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单位数只维持了一天 星期二变回双位数,新增19宗确诊个案 三宗输入个案,两个人由引导返港 另外一个人是埃及底港的海员 16宗本地个案,有一半都是无源头 包括家庭主婦,退友人士和无业人士等等 初步确诊有20宗个案 其中包括一个岁半男童 在儿童医院预约进行散气手术 入院的时候没有病征,家里没有人确诊 没有接触过患者,也没有离境 手术前,医院帮他做测试 星期一晚证实初步确诊 他的血清入面验出抗体 证明他曾经受到感染,但已经康复 现在留意在伊丽莎白医院 男童母亲接受检测之后,结果呈阴性 血清入面也验出有抗体 似乎他们两位都是较早之前受到感染 现在已经康复了 相信男童已经没有传染性 所以没有病人或职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康治尼木树宿舍有一个照顾者和五个院友初步确诊 医冠局说明白院友需要多一些照顾 有院友有长期病患,需要定时吃药 五个人现时情况稳定 另外一个九龙西联网医院非紧急救护车助理 和马家列医院急症室运作助理也初步确诊 医管局说两个人工作时都带有合适的装备 政府放宽防疫措施 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 就算一班人去郊野公园行山 不太剧烈的话都应该要戴上口罩 有线电视记者苏晓英报道 全球首中再感染个案出现在本港 令人关注是否打疫苗都没用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说 今次案例可能代表新型肺炎 就像伤风感冒一样 会长时间陪着大家 好返之后又会再感染 杜明卫报道 33岁男病人3月23日发烧 咳嗽 之后确诊 入住威尔斯医院 住了大约10日4月15日出院 四个月之后 今个月中由西班牙底港 验到阳性 港大研究团队证实它是再次感染 成为全球首例 据了解病人今次染病 病毒载量即是CT值有26 至于第一次感染之后 抗体有多少 达了多久消失 正正是专家想知 第一次10天出院 10天那时候抗体未必出院 我们验的血清是没有 但可能两个星期后 三个星期有抗体上了 我们都不知道 或者根本没有上过 因为当时病人 什么病症病狀都没有 已经不会特意抓他回来 在三星期那时候再验 很多病人我们都没有验 他说团队只是用更精密的方法 了解他之前有没有抗体 又说今次的案例代表新型肺炎 可能会好像伤风感冒一样 陪伴我们长时间 至于日后病人覆诊 有没有需要验抗体 医冠局说由医生决定 卫生处就说 今次个案对将来疫苗运用 有没有影响 要多些数据才可以判断 有线电视记者都不明白我不到